紅蘿蔔絲 佐花椰菜 熱鍋裡翻炒一陣後 最後加入蛋皮 我家蛋怎麼加那麼多 一旁這一鍋紫菜蛋花湯 蛋花直接升級變蛋塊 同廠烹煮的還有大碗蒸蛋 把這些雞蛋料理一一端上桌 不只玉子燒還有番茄炒蛋 讓韜客吃到直接點名的 雞肉做的香腸 還有炒洋蔥搭配炒蛋 擺滿了一桌全雞蛋大餐 無論一人吃兩人吃 桌面菜色規格都不變 要知道此刻當下的缺蛋氣氛 還沒全面舒緩 想要這樣盡情放肆吃蛋 廚房餐廳裡靠的是廚師 走進農場就靠蛋機自在下蛋 南投這處農場內 不必餵蛋 辛苦餵蛋盲 但是有淡淡的憂愁的 就是這群學生 南投中心國中烘焙班的學生 因為遭遇缺蛋 讓烘焙練習插點止步 烘焙班也鬧蛋荒 彰化北斗蛋農知道了 立刻霸氣贊助兩大籃 誰知鍋中蛋 歷歷皆辛苦 這下有了蛋農的贊助 邀請學生為了烘焙有了蛋 都請繼續認真練習 才能請吳慧玉南投採訪不到